所以提高工作效率方法很多 那當然 你可以 如果你會的越多啦 你可以選擇的越多 當然不是說 所有事情一定要寫程式來解決 如果像這簡單的事情 函數能解決這兩下就做完就好了 那第一個呢 當然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像剛剛各位看到 如果你要一次把它全部做完 其實很有點複雜 為什麼要Find 然後要Mid 然後要一幅Air 至少 那我可以拆開來嗎 拆開來之後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一個問題啊 如果你假設剛開始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部分 再把它一個一個先做出來之後 全部再把它拼在一起 那可能就是答案了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全部做到底啊 其實錯誤的機率很 而且挫折感會很大 甚至你可能做不出來 但是你拆開來看 應該都會 比如說 找前刮火的位置 比如說這邊 我們把它做得稍微精美一點 這邊我做幾個動作 假設我這邊有分拆成 四個動作來解 第一個是前刮火的位置 當然這個地方是使用函數的概念 第一個一定要知道什麼 文字函數 裡面會有什麼呢 一個叫Find函數 所以你往下找 它一定是F開頭 Find函數 OK 當然裡面有一個攝取函數啦 那差別只是大小寫 區不區分而已 像那個 Find函數是有區分大小寫 攝取函數呢 是不區分大小寫 不過這一題呢 因為是要找刮火 所以這個沒有差別 按確定 那找什麼呢 Find函數 要找 特別是找那個 錢刮火 所以你就 這一邊打個錢刮火 要找錢刮火 within 在哪邊 在這個裡面 然後呢 star number 是指的是 從第幾個字開始 如果你空下來的話 就從第1個字開始找 那我們就空下來 因為從頭開始找 那你會發現 在趙大鵬裡面 如果找不到錢刮火 他會告訴你什麼 沒有 但是沒有他不會告訴你沒有 他會用 這個 這個 緊開頭的 有沒有 的value 錯誤告訴你 OK 找不到就value 錯誤 向下填滿 有找到的 就第3個 第3個 那如果說我要的資料應該是錢刮火的下一個 所以呢 下一個的話就加1 那後刮火的位置呢 其實同樣的 其實把這個複製一下 公式好了 直接貼上 那這邊改成什麼 後刮火就可以了 那其實也是一樣打勾 你會發現呢 後刮火的位置抓到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把中間的東西切出來的話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me的函數 因為middle啦 這個就middle函數 那文字裡面的middle函數呢基本上就是你要切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然後呢 star number 是指的是錢刮火的位置 加1 不過因為他找不到 錢刮火的位置 有沒有 加1 所以 不然我們用這個來看 這個因為有 這個 這個 這樣看了比較清楚 star number 是第幾個 第3個字 有沒有 那加1 因為我不要錢刮火 我要從第 第4個字開始 幾個字呢 後刮火的位置 減掉 錢刮火的位置 再 多一個字 減1 有沒有發現 第3頁冠軍 按確定 但是有些 你會發現喔 如果是本來就value錯誤的 他還是value錯誤 有沒有 那這個當然向上填滿 所以 這個value錯誤一直存在 其實 不美觀 而且不好看 那這什麼意思啊 像很多人的 那個 四川表裡面常常出現一堆 緊開頭的東西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緊開頭的東西 很簡單 你就用什麼 過濾函數 插入一個什麼 邏輯裡面的ifl 把這個 把什麼呢 把這個給他 如果這個出現 把它變成什麼 這個 那如果沒有value錯誤的話 沒有緊開頭的話 他就是放原來的資料 OK 按確定 有沒有 OK 那做完了嗎 當然做完之後你不可能說 ㄟ 怎麼樣 把這個隱藏起來嗎 這樣 有沒有 不過 中間好像有 所以 最後當然你要 一次前步做完的話 我的習慣是從裡面 往外 往外 就是 如果你要一次做完 第一步 先做什麼 先做 當然 這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先前刮虎 後刮虎 在mid 然後再過濾 OK 分成四個階段 但是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第一個 先從裡面用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file函數 file什麼呢 file這個裡面 file什麼呢 file前刮虎 然後 v16在這個裡面找一下 那我先做好一個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呢 再插入外面 外面有一個mid 所以我用mid mid呢 找什麼 找這裡面 把剛剛的那個 貼到這邊 這個是前刮虎位置 怎麼樣 加 1 不就好了 剛剛我做了加1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之外 後刮虎 所以貼上 把這個前刮虎 怎麼樣 改成後刮虎 減掉什麼呢 前刮虎 就是剛剛減掉 這個的公式 再怎麼樣 減 1 對不對 按確定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了 其實已經很接近了 最後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式再減下來 再插入一個什麼 ifile把它貼上 雙以後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做出來了 OK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剛剛就是 先做一個 減下來 再放進去 減下來 再放進去 當然如果你還很多啦 繼續減下貼 減下貼 所以公式可以做得非常複雜 而且 不容易錯 OK 所以應該知道我的敘述吧 也就是以後 反正你如果 會用函數的話 會用函數的話 那你就是怎麼樣 先拆解 先找到你的關鍵 1 2 有沒有 3 所以你可以先在後面這邊先把這些先做 那不見得一定是這樣的 反正就是大概的敘述 反正就是大概的敘述 最後做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結果呢 丟到前面這邊來 你再做一次 那我基本上是先做一個 這個解下來 然後再用這個 放到這個 密的裡面 再把這個解下來 再放到ifl裡面 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 OK 那當然 如果你一下子 記不太起來沒關係啦 反正你要記得雲端上 隨時都會有你要的東西啦 雲端裡面的雲端白板 所以未來 請各位務必要把這個網址記一下 寫在你的筆記本裡面 下次上課都會用到 每一次上課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單元 答案都在雲端上 然後我預先會把答案放在雲端上 因為這白板實在寫不下 而且寫完之後還會插掉 但是這個上面雲端的東西 不會插掉 而且你隨時想要看 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看 你在電腦上也可以看 都可以參考 OK 那你第一個單元 151 只要是 這個圖示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練習檔 應該規則很簡單啦 反正回家 那有一些練習檔可能我沒講到 沒關係你回家有時間自己練習看看 因為 我真的還蠻想講的 但是有些實在太多了 而且複雜度其實非常的高 可是卻非常有用 工作裡面如果遇到 你剛好可以快速解決 但那個問題你就過了 剩下就很多時間 如果你每天都要 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真的效益會非常的大 然後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打開 剛剛講的前刮弧 後刮弧 這些都有 最後完整的公式 底下呢 再來看 VBA 那VBA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完成 第一個VBA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上面有個插入函數 會有一個刮弧自轉函數 也是一樣 拉一下就出來了 那怎麼做 基本上答案都在這裡 1234 四段 那你等一下就怎麼樣 把這四段 假設老 如果你還不會寫 Ctrl機會吧 然後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 開發人員 VBA 按右鍵 插入 模組 OK 預設環境裡面好像沒有VBA 如果預設環境沒有 你可能要找一下 這個其他命令 常用 開發人員這個 一定要打勾 預設應該有啦 因為你們這邊電腦應該沒有還原 然後 記得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貼上 程式就寫完了 然後呢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邊有個 VBA 貼上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 在開發人員裡面有插入什麼按鈕 比如說關號字串 先把這個 Ctrl鍵按 複製 把名稱貼上 按下他 有沒有 出來了 那再複製按鈕 為什麼要複製按鈕 因為要一樣大 如果你自己重拉的話 可能不一樣大 再重新指定為清除 這邊的話 清楚 有沒有 所以你工作以後如果每天要按一下 就全部解決了 感覺應該會還蠻有成就感的 當然這很簡單的東西啦 所以沒有很複雜 好 那 清楚 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是一種形式 第二個是插入函數 使用者定義 關號字串函數 給他 需要的東西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放開 一樣可以OK 第二種形式 那待會 會教各位 這兩種形式 要怎麼做 OK 其實也是前一個階段的重點 因為我們練習蠻多的 只是因為有些同學可能還 不熟 如果這個不熟後面 就會更有問題 所以後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VBA的兩種形式 那 如果你實在是很深色 沒關係啦 至少我一定 我有把畫面錄下來 反正呢 你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前幾堂課 反正你就是 還是比別人 多用功一點吧 只要有空 你就 稍微看一下我那個細節 如果 太快了 沒關係 倒帶 再倒帶 反正呢 暫停嘛 倒帶暫停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們的版本 這邊的版本是2007 可能跟2010 或者以後的版本 在設定那個 什麼 開發人員有點不太一樣 剛剛是我們在 上面的箭頭 其他命令裡面在常用嘛 那不過如果是2010的話 可能是在那個什麼 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區那個 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可能要找一下 不過呢 還是 叫做開發人員標籤 你就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